要算精確的年齡 那底下有一個幾歲 幾個月又幾天 N 那這個地方我們 如果用Dedif來做的話 那在前幾個階段有提到就是說呢 這個地方Dedif他沒有辦法直接用插入函數 跳出來 你這個地方必須要自己打 Dedif 那如果要算他的歲數的話呢就是他的生日 豆點today 然後前後括弧 豆點比什麼呢比y OK Enter一下 你會發現這個地方算出他的歲數 那後面呢還要算差什麼幾個月 N個月又N天 那前面我們有提過就是你可以用什麼呢 用ym 去抓到 算完年之後的月 用md 算完年月之後的日 那你會把它放在 這個跟這個的 變數 等於事實上就是在然後就可以顯示出底下的這個結果 所以底下的結果要怎麼串呢 基本上我會把那個 這邊的 公式 公式 它會顯示44歲 N個月 又N天 意思就是說前面是個公式 後面呢串接一個字串 但是問題 我們最後的結果不是要N 後面還有兩個N 那這兩個N呢 我要把它改成 這個 剩下的月 那我剛剛講過了 其實 你可以用那個 Ym 在前一個教練也有解釋過 所謂的Ym 就是 不去理會年之後 剩下幾個月 那意思就是剛好年算完了 剩下月 那我要知道剩下月剩幾個月 Md的話呢 不去管 那個年跟月 剩下的日是多少 好那 我們其實可以怎麼樣 直接把前面的公式 這一串有沒有 這個dative的公式 Ctrl C 放到哪裏呢 放到第一個N 特別重要 這個地方 串接的方法 其實跟VPA那個還蠻像的 第一個因為它是一個完整的字串 你要把它切開 所以切開的話 必須給它兩個 兩個雙以號 前面的那個 是跟 前面這個串 其實你第一個 這個變成一個字串 後面又一個字串 變兩個字串 中間呢 放一個什麼呢 ANDAND的符號 串接什麼呢 串接 剛剛的東西 所以把剛剛的公式貼上 dative 後面這個地方改成YM 那後面這個 幾天的話 一樣 算一號算一號移到中間 ANDAND 再移到中間把它貼上 那一樣 把這個公式展開 人家是太長 然後 這邊的話改成什麼 Md 那也就是說把前面的公式 把它貼到那個第一個N跟第二個N 分別改YM跟Md 好打勾之後的話呢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人44歲 九個月 又九天 向下填滿 其他的日期全部算完 這個地方的主要是利用什麼 那個算日期 這個dative函數非常的重要 其實如果說你將來 要算那個年月日 其實 最難的 天比較簡單 幾天兩個相減就可以 因為它內部其實是一個數字 比較難的是月跟 年 那月跟年其實你可以利用 這個dative函數把它算出來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把 這個地方算完之後 這個前一個階段 兩個階段好像都有提過 那我們比較重要的是 再來看 VBA 這個地方VBA比較特殊一點就是說 我們前面有講過 要把 這個結果輸出到VBA的話 那你可能要想說 在VBA裡面有沒有 類似的函數 像那個 前面第一個階段那個TEST可以改成Format 不過這裡有個問題 在那個 VBA裡面 要取代 Dative這個函數 好像似乎 有類似的 但是 沒有辦法完全取代 所以這個時候 你就有點頭痛 怎麼辦呢 如果說沒有一個 完全可以取代 那我可不可以直接用什麼 用VBA 用Excel裡面這個Dative函數 直接幫我放到哪裡呢 放到這個 儲存格裡面 OK 所以 後面要講的 VBA部分 實際上就是說 那我可不可以 乾脆直接 輸出一個結果 但這個結果 不是最後算完的結果 而是直接乾脆把公式 前面這個公式呢 幫我直接丟到那個 儲存格裡面 讓他去執行 也可以達到什麼 自動化的目的 那這個地方 可是問題 我要怎麼樣 可以剛好 把那個公式呢 直接就放到那個儲存格裡面 讓他執行 那這個執行的方式 我想 請各位先稍微把那個 Dative這個函數稍微了解一下 最後完成的結果 其實雲端上也有 可以可以或者是參考一下那個 我們的那個 這個這個 先把這個地方 或者雲端上面也有 Dative的部分 那等一下來看就是說 如何輸出 這個年齡跟 一個清除 可以一鍵完成 我們要的結果 那這邊的話 一樣 請各位先稍微看一下這個部分 待會的話 來看一下就是 怎麼樣一鍵完成 那一鍵完成了 一樣我在旁邊增加一個 一樣一個按鈕 一個年齡按鈕 一個年齡清楚 如果說我今天呢 要在旁邊產生一個VBA 按下這個按鈕 他會自動怎麼樣 一樣幫我把剛剛的年齡全部算完 不過呢 跟 前面最大的不一樣 就是其實我丟的 資料 其實是丟公式到 出選歌裡面 各位可以看到 游標放在上面 其實你會發現 這邊 這邊有一串 一長串的公式 被丟到什麼 這個儲存格裡面 他是丟了公式之後有沒有 他會自動幫你執勤 執勤之後把結果秀出來 大概這樣流程 那什麼時候適用 就是說 如果你將來 你希望自動化 但是你一下又想不出 原來公式怎麼轉成VBA 那你可以用個方法 直接把公式丟到 格子裡面就好了 所以這個地方如果你要 很快的 讓VBA 按鈕可以顯示出來的話 其實你可以用這個方法 這個方法其實非常簡單 但是要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呢 如果我要做出剛剛這個效果的話 第一個呢 一樣還是要寫一個 假設 一樣在那個 我們的Visual Basic裡面 VBA裡面 插入一個模組 然後呢在這裡面的話 插入一個程序 程序的名稱呢 叫做年齡 插入一個程序 然後 名稱叫年齡 確定 再來的話呢要做什麼呢 跑一個回圈 For I 等於第15列 到第19列 所以你可以寫前面一樣的 這個結果 然後後面的部分的哪裡不一樣呢 我要輸出到哪裡 Sales的 ID 的 H 欄 要輸出到這一欄 那這一欄裡面的話 要輸出什麼東西呢 我先給他一個空字串 空字串就是兩個雙引號 OK 裡面沒放東西 那可是呢 我怎麼把公式放進來 這個其實還蠻 蠻值得去 去什麼 去大量的使用 因為其實如果你把這招學會 以後呢 你如果說要把你原來已經寫好的公式 直接快速的輸出到很多儲存格裡面 其實都可以用這個方法 所以後面我們 應該還有幾個練習是 如果你今天先要一鍵完成 按下去 它自動 幫你把那個 所有的資料 一鍵完成所有的報表的話 其實可以利用類似的方式來做 那首先第一個 我要動態的丟什麼東西呢 這邊先給一個空字串 第二個的話呢 請你移到那個 我們的 剛剛打好的公式裡面 這個公式 把這個公式怎麼樣 複製起來 再取消一下 記得喔 這個地方請你按取消 如果你沒按取消的話 切到VBA 它點不下去 一定要這邊按取消 這個取消按一下 會卡在這邊 之前的同學一樣 怎麼切不到那邊 VBA裡面 這個因為你 你優標放這邊 它就沒辦法切過去 所以取消 再切到那個Visual Basic裡面 把剛剛的公式 貼到這裡來 貼到雙引號的中間 不過特別注意喔 如果將來 你要把那個 公式直接輸出到儲存格的話 有幾個原則 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你會發現 第一個就是說呢 如果你公式裡面呢 假如有雙引號的話 請注意喔 要把一個雙引號 變兩個 為什麼呢 因為公式裡面的雙引號 跟 VBA裡面雙引號 是重複了 所以如果說呢 你沒有把它改兩個 它分辨不出來 到底是 外面的雙引號 還是 公式裡面的雙引號 所以這一點要特別注意喔 第二個就是說呢 你輸出的時候呢 如果有列號的話 你要把這個列號變成I 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沒有輸出 沒有改那個15的話 它未來都是15列 去抓15列資料 那就有錯 那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 要怎麼樣把那個 一個雙引號改兩個雙引號比較快 這個地方我建議 一般我的習慣是這樣 我習慣是把那個什麼呢 把剛剛的公式 預先貼到哪裡呢 貼到那個記事本裡面 為什麼要貼記事本呢 我找那個記事本出來 或者是你用那個Word也可以 在這裡OK記事本 加到開始 工作列好了OK 打開一下 第二個把它貼上 那我剛剛講第一個規則就是 因為我要把一個雙引號 變成兩個雙引號 那因為喔 自己要改 一個變兩個一個變兩個 裡面大概有非常多個 那之前我是一個慢慢改 後來發現 怎麼細心還是容易出錯 後來我就想一個方法 什麼方法呢 編輯裡面有個什麼 取代 有沒有 你可以把一個雙引號 取代成兩個 這招還蠻好用的 因為如果未來 要把你的公式 直接丟到那個 VBA裡面執行的話 第一步你要先按一下就好了 沒有發現這邊喔 一個都變兩個了 把他關起來 這個第一步就完成了 把它換好 自動換好一下 OK 好 第一步呢 已經把一個雙引號變兩個了 然後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把它貼上 再來的話 這個當然你如果貼上 你會發現 剛剛本來有錯的 現在不會有錯 然後呢 我們接下來可以試試看 執行看看 看看他會不會 會不會 幫我執行到 我指定的儲存格裡面 你會發現直接執行 RUN一下 OK 執行了 可是 會有個問題 全部都是44歲 9個月 又9天 為什麼呢 因為你這邊 有一個變數美感 哪個變數呢 在公式裡面 請你點這邊一下 這邊都是B15 這邊也是B15 也就是說呢 底下如果B15 你下面一個應該變B16 所以呢你需要怎麼 把那個 這裡面有一個 就是15的地方 記得把它改成I 那15要怎麼改成I 記得喔 選起來 雙一號雙一號 移到中間 AND再移到中間 加個I就可以了 那VBA裡面的AND符號 前後要加空白 OK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 把它複製一下 雙一號到雙一號 複製之後 幫你移到後面 如果看到15的話 一樣把它貼上 那其實這個目的 主要什麼 把那個 完整的字串 切開來 中間放一個I 因為變數我前面講過 你不能直接放 一定要切開字串 串接一個AND 然後把I放進去 大概這樣 然後再看一下有沒有15 應該會有三個15 所以你把 剛剛的那個 雙一號 到雙一號中間 這個 放在 B的 後面 做完之後的話 我們來試一下 基本上 如果你這邊做完之後 執行它 那後面的那個 年月日 有沒有 就會自動全部 幫你跑完了 但是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地方呢 輸入的結果呢 其實 在 資料編輯的裡面看到的 不是那個 我們像我們剛剛是 丟一個結果 算完之後丟 而是 丟一個 公式 到儲存格裡面 這個什麼時候適用呢 其實就是當你 如果有一些 原來VBA的 原來Excel裡面公式 你可能做得出來 但VBA你還 一時半刻想不出來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 利用 直接丟公式的方法 丟到儲存格裡面 當然這個也是暫時性的 如果未來有比較好的方法 那你可以再把它改寫成VBA 那因為像這個Dedif 比較麻煩 因為它在Excel裡面有 可是在 而VBA裡面 沒有一個可以完全取代它了 這時候我可能要想 可能要做很多事情才能夠 完成這些 打不如 直接用 Dedif的這個函數 丟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所以請各位稍微試一下 那這邊的話 我這邊有 提到 兩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 雙引號記得變兩個 如果你有很多雙引號 我是建議 你可以用那個 計事本來取代 其實有時候會比較快 而且比較不容易錯 第二個就是說 在那個列號 改為I 那也就是說 雙引號雙引號 移到中間 在中間加串接符號 裡面呢 再放個I 這樣子的話 它的劣號就會變動 OK 請各位先試一下 這個地方 那最後做出來 結果就類似像 一個清除 清除前面講過 請各位再 自行 把這個 清除部分 再加上去 其實說 丟一個 控制串 進去就可以了 就算了 要不要 請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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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